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很高兴在一起来探讨四清菩萨所注解的发菩提心经论 我们依着四清菩萨他所解释的这一步怎么样能够落实发菩提心 所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要发菩提心的一个实际的一些内容 所以在这一步经论里面就分作十二品 那我们已经解释到第三品 就是从第一品能够劝发众生发菩提心 也就是从我们世间的这样的云云众生 我们一般只知道生活生命 那要发菩提心呢 也就是要从我们的生命还要能够开发慧命 也就是不只是我们这个肉身 肉身只是维持一个物质性的这样的一个寿命 那可是这个是无常 那我们还有精神面 那精神面的 我们也许我们能够照顾的话 我们说精神还不错 这个人人心气爽 可是呢 还不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子去掌握我们的心 有怎么样子能够照顾 他有好的一种成长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往我们生命的本体去开发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叫做慧命 就是我们真正了解生命的道理 所以要有这样子证悟的这一些的前辈 我们称圣贤是诸佛菩萨 他们走过 那他们证悟 那有这样子好的路啊 那才能够让我们云云众生来学习 所以在讲到发菩提心 实际上 根本上也就是要我们能够去成就诸佛大善知识 他们所从生命开发慧命 那基本上呢 也应该也是有一个福 就是福慧 因为讲的这个慧呢 它也不是只有道理知识而已 而是说能够了解普遍众生的问题 然后还要发一个慈悲心 愿意去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自己也离苦得乐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菩提心 它基本的意思也就是真正的觉性 所以这样的觉呢 是根本的觉 是究竟的觉 所以在第一品就是要劝众生 能够了解 不要执着只有这种世间法 而要看到这样的长远的究竟的一个目标 所以要劝发品 那第二的就是发心 发心品 也就是落实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真正来发这样的菩提心 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有四个祝缘 就是要让我们要常常思为诸佛 他是怎么修行的 他的功德 他的慈悲愿力 然后要能够观我们自己的过患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间都是无常的 都是有苦的 世间这一些的现象 我们也要能够看得透 那第三呢 也就是要发起一个说 我们要成就一个很殊胜的一个果 就是说我们人生在这个世间的成就 那当然很好 那我们还要知道生命还有一个终究的一个目标 生生世世可以带着去落实 去成长 去开发结果的 那这个是要有一个 就是真正的一个善的这样的一个导向 所以要发起有这样子的一种了解 那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推动 说真的我们应该要改善自己 那我们从人的层次 我们要来提升来学佛 这样子 那第四呢 也就是要能够悲悯众生 那了解众生的各种的苦 也就是说众生有哪一些的问题 那实际上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众生 那我们有这样的问题 众生也有这样的问题 那从这个中间呢 实际上也就是培养我们的悲心 大悲心 所以这样子的发心品 就是让我们落实怎么样子 真正知道说有一个向上提升 还有向下要去度化的这样的对象 那我们才能够落实 那第三品呢 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四愿品 就是要来发誓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的落实 我们这个菩提心要成就 那我们要有一个发一个愿力 那因为愿呢 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成就 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 我们还没有这样的能力 可是呢 那我们看到诸佛菩萨大善之士已经这么好 那可以当作我们的榜样 所以我们就要发起这样的一个愿力来学习 那在这个四愿 就是愿饰品 那我们通常说发誓发愿 那这里呢 就是把这两个都把它 就是放在一起 称作愿饰 那这里面就有十种的证愿 那这十种的证愿呢 基本上是跟我们通常说 这个菩萨的十大愿 或者是乃至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那他就是有一个他的诉求的目标 那这里的一个特质呢 也就是从开始发菩提心要学习的对象是诸佛 那发菩提心的最终究的目标是要去度众生 那发菩提心的过程 我们是要累积去修行 那在这个过程呢 是以这样子的一个主轴 来发这十个大愿 所以这个是要成就菩提心的一个特质的十种大愿 所以我们之前呢 也已经就这十个大愿 也有稍微做一个解释了 那我们现在呢 也就是在把这十个大愿呢 就是把它串联起来 那第一个的大愿呢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发这样子的 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愿 我们希望生生世世都不理 那这样的愿呢 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陀罗尼 那陀罗尼就是一个种词的意思 那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愿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每一次生在什么地方 什么家庭 什么时代 那我们呢 总是一生出来 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去发菩提心 我们就是要去学佛 我们就是要去行菩萨道 是这样 那第二呢 的这种发菩提心的一个大愿呢 也就是要把我们要发菩提心的这个愿力 我们要回向 就是我们能够常常供养诸佛 也就是说 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生在有佛的国土 或者是有佛出世的这个世界 那不会去生到没有佛的国土 那当然最好的就是跟佛同一个时代 那至少呢 也要有听闻到佛法 那这样子的一个愿呢 那就是让我们随时不离佛 那第三呢 也就是我们不只是生在佛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 供养佛 那我们还要呢 随时都是亲近佛 就跟着佛 就是没有远离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随时都知道 这个是我们最宝贵的学习的对象 就是跟佛是不离左右 那这样子呢 就是时时刻刻都能够跟着佛 那第四呢 就是进一步要能够得到佛的说法 就是听闻佛说法 而正到菩萨的五种智慧的这种神通力 那再接着呢 第五的就是把这个菩萨的五种神通的智慧力呢 能够去通达我们这个世间法 就是我们能够了解世间它是假有的 而能够知道一切的这种 就是世间的诸法 它都是因缘和合的 那能够了解第一异地 也就是说真实法 是怎么样子能够看到 这一些的因缘法里面的各种因缘 那这样子的一种正法的智慧 所以有能够看到因缘法 看到诸法的实相 也就是真正的智慧 那第六个呢 也就是说 有这个智慧呢 它还要能够发愿 为众生说法 而且呢 没有这种厌倦 不会觉得疲倦 那就是说 我们发菩提心 其实最主要的 也就是说 我们要在我们自己本具的 这个菩提心呢 我们去开发出来 那开发出来的这个菩提心 它是有决性的 也就是说 我们先从这个世间法 能够破除这些执着性 然后看清楚世间的实质 它的真实的存在的现象是什么样 那我们了解了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这个智慧了 那有这个智慧以后呢 我们的目的也要去利益众生 让众生了解 所以就不能够有这种厌倦的心 就是要看到众生的 这样子的苦境 那希望能够有各种的方法 所以要释教利息 接令开解 让众生能够得到 这样的法的利益 也敌苦得乐 是这样 那第七个呢 也就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 度生的能力 那我们还是要再继续去 就是参学 供养诸佛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十方三世一介诸佛 它是无量无数的 我们说个十方的话 其实只是代表我们众生能够判别的方向 那实际上这些方向 我们再怎么细分 那真的是根本就 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有三百六十度 那至少也有三百六十个像 那再细分细分 我们说一围成 那就是一个像 一个方向 那佛呢 它也像各种的这么维系的围成 都是存在的 所以要像这些十方无量的世界的 无量的诸佛都能够供养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愿力呢 它是无止境的 就是我们发菩提心要学习的对象 也是无止境的 然后也在十方的 这么无量无数的诸佛的世界 听佛来说法 供养诸佛 而且也能够在十方的佛国土 广设这些众生 那这个是第七个愿 那第八个愿呢 也就是能够得到十方诸佛的这些的正法 学习了以后 那就要转清静法轮 那转清静法轮的这样的意思 也就是说 一转法轮呢 它就是让一切众生都听得到 就不是说只有特定的前面 在我们面前的这样子的众生 那这个时候所培养的能力呢 也都是十方的众生 而且这个时候呢 就是发愿 就是当众生听到说法 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正到这样的境界了 然后也有一个名称了 那么这个名称本身 它就有实质的力量 就好像说 我们称念阿弥陀佛 那我们就跟阿弥陀佛 就是连结了 所以我们说 念佛心是佛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 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 所以当我们称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它的名号 就有这样子的加持力 就有阿弥陀佛的它的能量 它的这样的一种内涵在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得到说 那能够发菩提心 能够发这样的愿的时候 它很维系的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那我要去跟诸佛学习 那以后也能够为十方的诸众生 来转这个清净法轮 然后呢 让十方的众生听到我们的明智呢 它也能够得力 听到这个我们的明智 它就舍离一切烦恼发菩提心 所以明智它跟实的内容 它就连结在一起 所以说有明有实 像我们现在有很多有明而无实 那就是一个假象而已 表面的 那如果说我们只追求明而没有实 那那个就是强求 可是如果我们从实际去实践 去发菩提心 去落实菩提心 那这个明呢 它实际上是自然而成就的 因为它是从实践做出来的 那第九的愿呢 也就是能够这样子的度发一切的众生的这样的发愿之后呢 也希望呢 就是真实的让一切的众生 也能够发菩提心 那发菩提心以后呢 众生也能够去除一切没有利益的行为 就是说三口 三口一三叶啊 他们都不会再行这个恶业了 那他们都会趋向实煞 那然后趋向这种身闻圆觉 然后呢 能够行菩萨道 这样子的这种正行 所以呢就可以得到无量乐 所以让众生真正的离苦得乐了 那众生也可以行菩萨道 那能够像这边提到的说 舍生命财 射受众生 呵护正法 也就是教导众生发菩提心 也真正能够成为菩萨 那这样的时候 就叫做呵护正法 也就是说 从我们的发愿要成就自己 然后呢 也把这样的一个责任交代给 所度化的众生 那这样子就是 让法呢 可以永远的永续的沉传下去 那第十最后的呢 也就是说 能够这样附和正法 附和正法就是 把这个法我们自己实践了 又把这个法传给众生 教导众生 然后这样子呢 让正法都能够永远的 就是流传 那可是这个时候呢 还要能够行正法 而又无所行 也就是说心没有执着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把做这一件事情啊 它是当作生命本来应该要做的 而不是说它只是一个念头 它就变成说 我们很自然的去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例子就好像说 我们平常我们在吃饭啊 那我们为什么要吃饭 我们要了解说 实际上吃饭它就是要维持 我们这个肉体的 一个气力 还有一个营养 那如果菩萨呢 他把这个度化众生 就是一个这种滋养 我们菩提心的一个养分的话 那他觉得说 要度化众生 他才能够成就他的菩提心 所以他需要这样子去做 可是呢 他又不是把这个度化的 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 他是当作很执着的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吃饭的过程 我们说有没有吃啊 我们是有吃啊 可是我们不是整天在吃啊 我们就是基本上习惯性三餐 那或者是有的过午不时 只吃两餐啊 或者乃至日中一食啊 那有的人他更有正确的观念的 他只吃有营养的 他有这种新鲜的食物 他不会去吃那个垃圾食物 那可是有的人他没有正确的观念的 他整天吃啊吃啊吃 都是吃一些油炸啦 很不营养的啦 这样 那就是没有正确的观念 所以佛法他也是 这样子的一种 可以做批育的地方 那我们在讲说 有行可是又无行 那无行又没有说不行 就是我们自己的观念呢 它跟这件事情啊 就是结合在一起 所以不是只是说 我们初学当然说 我要做什么事情 我要记得 我要对人家客气 我不要骂人 我不要就是 什么样子的 常常有起什么样的念头啊 那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是要记得这样的事情 可是当我们习惯的时候 我们就是从我们的自然的行为 显现出来 所以我们随时都很客气 那我们就不用再去记了 那我们随时心念 都保持一个正念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用去记得说 我要去看我的心念 有没有起什么样的妄念啊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它是好像有在行 可是它没有实质的说 我有这个观念 要记得去警惕自己 所以这个时候叫做不行 没有在行 可是它没有在行 它还是有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 正确的这样子的一个行机 在依循 所以叫做无所行 义无不行 那行政法 心无所行 所以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在观念上面 要落实到真正的行为的时候 那就融合在一起 所以那个时候 也没有什么这样的一个说 这个应该要怎么做 因为你本身就已经这样做了 可能是比较有一点抽象 可是我们也要知道 就是说 它在第十个这个大院里面 主要是要我们 跟我们所修的这个菩提行 要附和这个正法 它实际上不是只有一个名相 而是我们叫落实在那个里面 那这样的时候 就好像如人饮水 冷卵自知了 所以那个时候都不是用形容的 那一讲 哦 原来是这样 是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 都没有什么需要再去 用文字的代表 或者是这种差别性 对待的是有或是无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 它实际上是从实质性来谈的 所以整个的发心菩萨的十个大院 它落实于就是永远的发菩提心 然后永远的学习 永远的供养诸佛 然后永远的求法 然后永远的来度化终生 那菩萨发这样子的大院 实际上呢 它也是乐在其中 所以这样子能够了解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说 为什么 《维摩结经》说 这个众生有病 我有病啊 然后不求自己得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那这个就是 因为菩萨已经看到了 就是一切众生的共同性 然后呢 它发起这样子的大院 自己成就 也要成就众生 所以在发菩提心经论里面 也就是说所有的十方法界 只要有众生的地方就要去度化 要发这样子的愿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 跟第一个的这个就是劝发品 一样相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发菩提心 那这个菩提心的内容是什么 也就是要了解到说 我们的心量无限 那众生也无限 所以用这样子的愿 它也是无限 没有任何的这些的停止 或者是限制的 所以它要射受一切 恒沙诸愿 也就是说 能够要度一切的众生 实际上也是不容易 那我们就要以这十个大愿 再来射受一切恒沙诸愿 也就是说 所有佛菩萨所发的愿 我们也要来射受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也包括我们提到的说 普贤菩萨的十大愿 要礼尽诸佛 要称赞如来 要广修供养 忏悔业障 随喜功德 请转法轮 请佛注释 藏随佛学 横顺众生 还有普皆回向 所以等于是说 从这样子的无量无数的 这种愿力 它都包含在这十个大愿里面 所以它是一个发菩提心 而能够成就一切 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整体性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等于是我们谈到发菩提心论的第三品 它就到这里结束了 就是十个正愿 要包括一切的恒沙的这个诸愿 那下面的结论就是说 若众生敬我愿 乃敬 而众生实不可敬 我此大愿亦无有敬 所以这个的结论就是说 我们以十个大愿为主 是以发菩提心的 这种上求下化 这样子为考量 来成就我们这个菩提心 那这十个菩提心的愿力 我们还要来包括一切的愿 所以这样的愿是基础 那一切的佛菩萨的愿 都是要去学习的 那最后的也就是说 那我们这样发的这个愿的时间 它也没有一个止静的一个时间 是无尽的 所以说是众生都度化了 那那个时候才是我们愿力 就是到了这个尽处 就是结束的时候 那只要众生它无尽不尽 那我们这个愿也没有尽头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要发精进的心 实际上也是针对于说 菩萨要发愿 要行菩萨行 它是就是没有止静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观世音菩萨 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最有缘的 还有地藏王菩萨 也都是发着一样的说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实际上也就是要从上求下化里面 看到说其实众生它也是不可能尽的 这个我们在从菩萨的恨愿品里面 也是看到说这个十方的法界的 这些的众生像成沙一样的多 那这些的众生 它是不可能是完全静的 因为这个是整个的一种众生的一个愿 它的一个业在那里 那可是我们的愿力也是一直在发 所以这样子的过程 其实也是让我们看到说 学佛要在于我们生命的这种提升 发菩提心的这样子的一个究竟圆满 其实它也是无止境的 所以用这样子的一种观念 也就是让我们不断地去成长 不断地去学习 那何况说我们目前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 这一种层次 实际上我们还是很浅的 那我们跟佛菩萨比起来 我们只是初初开始说 我要发菩提心了 那我们也不要怕 那说那要好久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要反过来也要看 如果我们不去发这个菩提心的时候 那我们一直都是在众生的境界 那那种苦还是更久 那那个是 我们说真的是苦不了 真的是不了结 这种苦的不了结的这种时间 那也真的是累结 就是无穷尽的 就是更苦 所以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还倒不如说 我要发菩提心 那这个路虽然是长 可是这个路我们走了 是安乐的路 我们真正的一个 让我们成长 有向上提升的路 所以用这样子来 来劝慰自己 劝导自己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闻思修 也是用种种的方法 让我们了解 所以我们也知道说 学佛 其实我们像一个过程 我们初初开始学佛 也是在学佛 三四十年以来 我们现在也在学佛 那学的内容 其实也是差不多 我们说以前我们在学六度波罗蜜 现在也在学六度波罗蜜 因为我们做到多少 那实际上学的这种差别 也就是说 我们从名相了解 然后从名相的了解 落实在我们的观念 然后从观念 真正在我们的行为举止 能够做 那这个时候 它的过程都是在 能够怎么样的调伏 我们的心性 我们的习性 我们的这些的习惯 那在我们更落实了解的时候 我们的行为的力量又加强 所以这样闻师修 闻师修 我们闻师修 也一直都在学习 所以这个路是很长 可是还是得走 所以我们也不要觉得很苦 我们要觉得很乐 我觉得真的还好我们学佛 我们知道生命是无止境的 那学习是无止境的 那我们不学也是无止境的苦 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体会 从这个第三品 这个发愿 它也是让我们能够发起 就是无止境的这样子的一种学习 那下面就是要开始的 就是另外一品 也就是从四院品以后 就是要落实来行 所以落实来行就是以六度波罗蜜为代表 所以从第三品之后 就有就是布施波罗蜜 就是第四品 然后有瓷戒波罗蜜 我们说布施瓷戒人禄 精进 然后禅定跟波罗 这六度就是各占一品 所以就从第三品到布施瓷戒降下来 六度之后就是第九品 那从第十品以后 因为行过六度波罗蜜 它是落实在这种行为去实践 所以它就能够开始进入看到诸法的实相 所以第十品开始就有如实品 然后第十一品就能够看到诸法 它的性空 所以空无相品 然后第十二是功德慈品 就有功德 那从这样子的一个连贯性 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常常不了解佛法 讲空的 以为说空空如也 什么都是空 那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就说佛法是消极 实际上我们要知道 从这个发菩提心经论的这样的 一品一品这样下来 它的一个次第 它让我们知道说 前面三品 劝发品 发心品 试愿品 或是愿事品 那它是发起我们的真正要落实来 发菩提心的这样子的一种 它的基础扎得很坚固 然后真正的实修的部分就是六度波罗蜜 然后六度波罗蜜以后 我们才真正开启智慧 所以能够观察诸法 它的实相 它的性空 这些 然后最后才算是有功德的 真正的能够把持住的是这样 所以接着我们下面 也就是要进入六度波罗蜜 那六度波罗蜜 我们刚刚说 它就是第四品的布施度 就是谈波罗蜜 那在这个之前 它就有一个 就是叙述六度波罗蜜的重要性 所以这个部分等于是六度波罗蜜的前沿 所以这边的文字 就是开始 就是从布施开始 说复斥 布施是菩提音 摄取一切诸众生故 持戒是菩提音 具足众善满本愿故 忍禄是菩提音 成就三十二相八十 谁行好故 精进是菩提音 增长善行于诸众生 情教化故 禅定是菩提音 菩萨善自调福 能知众生诸心性故 智慧是菩提音 具足能知诸法性相故 取药言之 六波罗蜜是菩提正音 那这个是一个序文 就是六度波罗蜜的前面的一个简介 六度波罗蜜为什么这么重要 所以每一个度它就简单的讲一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布施 这是六度的第一个 第一项 它是菩提音 也就是说 布施它是菩提种子 就是怎么样能够得到菩提 也就是要去行 布施 所以说 布施是菩提的音 那就等于是说 有布施 那就是有一个菩提种子的音 那能够得到菩提的果 是这样 那布施呢 最主要的目的 也就是要摄取一切诸众生雇 所以布施呢 等于的摄取呢 它的意思也就是说 爱护众生 布施就是不忍众生苦 所以愿意跟众生分享 所以这个里面的内容 就是下面每一品 每一品就会很详细的在解说 所以我们现在这里呢 也是依着这里面的经论里面的文字 就是大略掌握它的要点 那也就是说 布施的一个目的 主要它是希望能够让众生 能够摄取他们 就是能够不忍他们受苦 这样的心要能够分享 那持戒是菩提音 也就是说每一项都是菩提的种子 让我们能够成就菩提的 它的因素 那持戒的目的呢 是要具足众善 满本愿故 也就是持戒我们说 本来是不行恶 就是不杀 不道 不赢 不邪淫 那不妄语 不饮酒 这样子来做根本的戒 那这样子呢 是不要做不好的事 可是相对的 它也是好事 那从消极的是 去除这些不好的行为 那积极的 它又再进一步的 不杀生 又能够放生 附生 那不偷盗呢 又能够布施 那这样子的一种精进的行为 所以要能够具足众善 那满本愿 也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它就是本来的戒体 它是清净的 那所以因为持戒 所以能够保持我们自己的戒体 有清净 那忍辱是菩提因 那成就三十二项 八十随行好顾 所以这个也是从根本的利益来说 也就是说 我们能够修忍辱 也就是不要随便发这种称恨心 那讲到忍辱的时候 主要是针对这个逆境来说 那因为逆境它会就是触怒我们 那所以我们就要修这个忍辱 而不生这个称恨心 那它的一个成就呢 就是在于有三十二项 八十随行好 那我记得初初学佛不久 我读过这个圣漫夫人经 那它里面就讲到说 那这个就是喜欢发称恨心的人 那它的脸孔就会有凹 一个洞一个洞 那我那时候就很怕 那生气的话 你就会这个脸 就会凹凸不平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说 那这里它说 忍辱是菩提因 那这个菩提它可以修忍辱而正道的果 就是从它的相貌来呈现出来 所以成就三十二项 就是佛的相好 它的这种庄严相 它的特殊的大人相 就是原来是从这个忍辱来成就 就是相好其实也是它的心能够不 这个身诚恨心 那是由忍辱来的 那精进是菩提因 也就是说 精进也是能够成就菩提的一个因素 那我们通常了解的精进 也就是要持之以恒 不要间断 那学佛就是一直要去精进 就是不要退转 就是高兴就去学 高兴去佛堂 高兴去发心 那不高兴就不做 那这样就有中断 那这里讲的就是真正的这种 落实精进的话 它是能够增长善行于诸众生 勤教化顾 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利益行为 它应该是能够持续的去增长 不是只有说 我只是为了要去做这个事情 那有做就算了 它是就是做的时候 它还要能够改进 能够要持续这样子的一种考量 所以是用真心去做 所以在精进的这样的内容 它实际上是有说 我们了解应该怎么做 然后要把它做得好 然后我们有无比的这样子的一种心力去做 那最主要的它也是因为 要能够教导众生 要利益众生 所以精进它有一种 好像让我们的这种心 它随时都放在这个上面 有这样子的一种 关怀的这样子的发心 那第五项就是禅定 那这边的主要的重点也是说 禅定也是菩提音 一定要修禅定 来成就菩提心 因为菩萨善智调伏 能知众生诸心信故 也就是禅定最主要的 要先从我们的心念来调伏 那它的调伏当然禅定最主要是 不要起妄念 然后心能够专注 那处于一个就是安定的这种状态 它是有专一的对象 因为我们众生的心 它是散乱的 所以不定 就是乱 动 所以叫不定 那禅定就是心 它就是不乱 不会随便动 那它有动的话 它就是随时知道它的对象是什么 那我们平常我们就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 想着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所以心很乱 然后想着头都我们说昏头转向 所以这个时候的调伏 是把我们这么乱 这么善的心 它要把它凝结起来 色受其心 修色其心 那心禅定安定的时候 这边特别讲的重点是说 能知道众生诸心信 那也就是说从禅定中 它能够体会到 其实人跟人之间 他的心是可以相通的 所以说能够知道众生诸心信 也就是他心里在想什么 所以我们在 就是有六通 就是欧罗汉 它可以修定而正到这个六通里面 就是有天眼 天耳 神足通 他心通 他心通 素氏通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肉境通 就是没有贪生之烦恼 那其中的这个他心通 也就是能够知道众生的诸心信 那这个部分强调这个 就是要能够行菩萨道 所以能够知道众生的心 那才能够入如来教 那众生他到底他的问题是什么 那也要能够了解到才能够落实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着重在要利益众生 要教化他的这样的考量 不是像一般就是有的修炼 他知道人家在心里要想什么 那是邪知邪见 他是为了要来控制众生 要来得取他自己的利益 那这个就是邪行 那在佛法绝对是正行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了解到六度 那每一项都是菩提的因 那最后一个就是智慧是菩提的因 那我们这个单元就是先解释到 这个六度波罗蜜的这样的一个重点 那以智慧是菩提因的重点 就是能够具足知道诸法的他的性像 就是说他的看起来的特征是什么 是像 那他的性就是他里面会造成这样的像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内跟外都能够看得到 所以这个就是佛法讲的智慧 那我们先做这样的一个浅显的解释 那在下面每一品 谈到每一度的时候 他就会再详细的解释 那我们就我们这个单元所学习的 我们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徒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新逢观世音菩萨圣诞 慈悲至夜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举办观世音菩萨圣诞法会 恭送普门品及佛前大供 恭请会供法师领众 日期3月21日星期一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尔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佛教慈悲至夜基金会 南投分会成征义工 洽询电话049-2315-999 049-2315-999 地点南投县草屯镇 在杭州罗摩坊 有位正姓农夫 他养了一头牛 而这头牛 也为他卖命工作了好几年 小黄 饿了吧 吃饭了 小黄 我们回家了 小黄 休息下了 随着时间推移 这头牛的岁数也越来越大 并且也又老又病 后来也就无法继续工作了 老伙计啊 你在我家工作也很多年了 这些年 你可真是为我们家 辛苦了一辈子了 可怜的老伙计 你放心 虽然你现在已经没有力气干活了 可我绝对不会杀你的 我会一直养着你 直到你生命结束的 到时候 我一定会好好将你厚葬的 然而几天后 有一位图户 来到了郑姓农夫家里 郑大哥在家吗 谁啊 听说你家里有头老牛 我能看看吗 好啊 你跟我来 这就是我们家的牛 郑大哥 你这头牛已经又老又病了 也不能工作 不如卖给我吧 你是 我是图户 这头牛如果现在杀了 就还能卖一些钱 如果再收下去的话 那可就不值钱了 这样吧 我愿意出两千元买下这头牛 两千元 是啊 两千元 这个价钱可不少啊 好吧 那就卖给你了 可怜的老伙计 你放心 虽然你现在已经没有力气干活了 可我绝对不会杀你的 我会一直养着你 直到你生命结束 到时候我一定会好好将你厚葬的 哈哈 真多的 老郑 你家的那头老牛呢 我刚才看到有个人牵你家的那头老牛走出了村子啊 是啊 那头老牛被我卖了 啊 你把他卖了 你不是说要一直养着他 等到他死后还要厚葬他吗 可是那个图户出价很高啊 两千元呢 为了这两千元 你就把为你卖命工作这么多年的老牛给卖了 你还曾经答应要照顾他呢 老郑 老郑 你这么做会遭报应啊 哼 一头老牛能卖上两千元 这样的买卖不做就是个傻子 几天后的某个晚上 这位郑姓农夫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诶 这不是我家那头老牛的叫声吗 啊 老伙计 你怎么回来了 你本来说要把我厚葬 没想到竟因他爱钱财而害死了我 你这个戒律妄议的小人 我今天是要来向你锁命的 啊 不要追我 哪里跑 啊 啊 不要追我啊 哎呦 痛死我了 啊 原来是做梦啊 哎呦 背部好痛啊 怎么回事 背后怎么长了个毒疮 啊 明天得找医生看看 就这样 这位郑姓农夫的背上长了一个毒疮 找了许多医生都没能医好 哎 这病不好医治啊 这些药你拿回家吃吃看吧 好的 谢谢你 好苦啊 哎呦 痛死我了 痛死我了 后来这个毒疮逐渐溃烂 一直烂倒 连内脏都能看见时 他才痛苦的死去 啊 痛死我了 我受不了了 我得快进去救救老郑 痛死我了 痛死我了 老郑 你忍着点 我去帮你找医生 没用的 这是报应 你说的没错 为了两千元 我就把为自己卖命工作好多年的老牛卖了 我还曾许下承诺要照顾他呢 我真的遭到报应了 真是不假的报应啊 哎 因果报应 真是不假啊 你不相信 有些什么无法 尤其 газ 你也不信 太美了 忽持功德书圣行 武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利 诸众生 述网无量光佛差 食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可萨 我喝波子菠萝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